两岸快评一起评一起义 大家好我是若林 东京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 场上运动员们挥洒汗水拼搏向上 不断突破自我追求极致的体育精神 让我们充分领略竞技体育的魅力 然而岛内的民进党当局 却妄图在体育比赛中添加政治元素 在场外制造杂乱声音 让比赛变了味道 从民进党当局官员代表受限取消奥运行程 到炒作奥运会开幕式上 日本主播介绍中国台北队称谓及入场顺序 再到民进党籍民代带头攻击大陆运动员等 在此次奥运会中 民进党当局不放过任何机会 营造仇中反中气氛 借机谋取政治私利 当然这不是民进党第一次用政治干预体育 2018年民进党当局曾在岛内掀起一场 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 妄图敢用台湾为全名 参加国际运动赛事及东京奥运会 这被中国台北奥委会 台湾众多运动员教练员 及广大体育迷一口同声表示反对 当时因不同意所谓奥运正名公投的 一些台湾地区的运动员 还被绿营政客及绿媒进行言论霸凌 其中就有近日赢得中国台北队 本期奥运首媒金牌 被冠以举重女神美誉的郭姓纯 最后 该项公投案 在投票中被54.8%的不同意票否决 可想而知 如果当初的所谓公投侥幸过关 中国台北代表团就不可能出现在东京赛场 更不用说什么金牌了 此外 民进党当局官员 还在这次奥运会上大搞官僚主义 参赛选手赴日坐经济舱 官员们却理直气壮地坐商务舱 参赛选手在日本住平价酒店 官员竟住高级酒店 我们都知道 奥运会期间最重要的 莫过于为奥运建而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 这些官员却苛待这些参赛选手 然而 等到选手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后 他们又恬不知耻地出来蹭热度 乱揽工 更高 更快 更强 更团结到奥林匹克精神 是竞技体育的永恒追求 也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奥运会是各个国家和地区 用运动交流文化 切缩体育技能的重要平台 容不得某些政党 某些台独分子伺机撒野 感谢观看